来看一下这道题组 这道题组题杆很长 我们可以先略过 那我们直接看题目 问的内容 来看是不是需要去看题杆 好 43题这跟低科有关的考题 问的是 问的是 跟中阳级相关的叙述 何者正确 然后他所提到的是 图上有一些 标线 比如说初线是板块边界 细线是海洋地壳的等年线 也就是海洋地壳年龄的等值线 另外有一些三角石心 代表火山 然后原点 代表地震 那其中有四个不同地点的中阳级 这很明显 都是要看一下考题副的这张图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中阳级 这是大西洋中阳级 还有其他几个中阳级 另外上面有一些细线代表的是 海洋地壳年龄的等值线 这些资讯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的叙述 他说 中阳级1扩张的平均数率 大于中阳级4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中阳级4的等值线 跟中阳级的等值线 宽载并不一样 那各位要知道的是 两条线的间隔 距离不同 但是时间差应该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两条年龄等值线间的间隔 时间差应该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 如果数率是距离除以时间 那么两条线之间 如果他距离越远的 代表他的扩张数率会越大 所以1的数率应该大于4的数率 越宽的越大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然后他第二个选项说 两侧的扩张是相同的数率 但很明显我们看到题目当中 譬如像1号 左侧这边跟右侧这边的 间隔距离就不同 右侧比较大 左侧比较小 换句话说 并不是两侧都是等数率扩张的 再来 中阳级发生的地震震源 都比南美洲内陆来的深 这当然是错误的 因为南美洲内陆这边是聚合板块边界 从海沟 从秘鲁智利海沟 往内陆的方向 引墨的板块越深 它的震源深度会越深 而中阳级则是只有浅震 所以这是错误的 第四个 海底火山接近热旋系统 都发生在中阳级的张列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是位于中阳级张列带 但有些并非如此 可能是在板块内部 那最著名就是这个夏威夷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它的叙述并非正确 好 那我们这个题就可以判读 正确答案只有A选项 再来这道考题是阅读型考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问哪一个叙事是错误的 然后深海热泉 容易发生在海底火山 临近区域 然后他有提到 冷海水经过岩石缝气 渗入中阳级附近的地壳内 然后被岩浆加热以后 产生所谓的深海热泉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叙述 然后深海热泉中 富含的营养盐 主要来自于溶解 与海水中的生物残骸 然后这个题目当中 有提到 热泉可以溶解 破裂石块中的矿物质 喷出时帮它们带出来 变成生物的营养盐 所以这个叙述是错误的 跟题目所叙述的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来自于溶解 岩石碎块的矿物质 第三个选项 深海热泉深入中阳 几负责地壳被加热以后 行行深海热泉 这个在甲跟乙这边有叙述 然后他说深海热泉 喷出 富有 营养盐的泉水 遇到 冷海水会凝固出 细微的颗粒 那这个部分 在题杆当中有提到 这边有提到 这些资讯 所以我们这一期是属于阅读型的考题 我们可以从图上的读资料 跟文字的资料去读出最后的结论 好 那这一题 比较不合理的叙述是第二个选项 从题杆里面 图形下面的说明资料 就可以找到资讯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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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